青春活力 行行行 你那群还出去玩是吧 我们那个群的 每个星期都要自驾游去吃 自驾游 那您带老伴去吗 哪里 有一次 他就到国外去玩 他就问我 你去吗 我说我不去 我不去 你就别去吧 后来他就自己 非要去国外 您去了 我一个人去了 我的天哪 您那次跟群友去哪了 出国 欧洲行 去到欧洲 就把老婆扔在家里了 他不去 我说你不去就不去 我自己一个人去了 去了以后 就花了一万多块钱 怎么不花钱呢 以前是要七千多 我在外面还要勾点物 那总是花一万块钱 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我问问 你们家现在这个退休金 谁花得多 我是用我的钱 我在家里做饭 洗衣服买这买那 全是我一个人的工资 他的钱就是我 你们俩在退休之前 孩子没有给你们生 孙女儿之前 你们俩夫妻关系怎么样啊 挺好的 说实在的 我这一辈子 我就全面上 把整个精力都 赔在那个小孩身上了 小孩从幼儿园 到小学抽身高中 大学到去过留学 他最后成家立业 有成就了 我就自己感觉 我这个档子轻了 儿子贴生于后 我到国外 到儿子那边去 待了一年年 儿子在哪儿生的孩子 在美国 待了一年年以后 我感觉那边 感觉很孤僻 很孤单 语言不通 我出去 上个街 只看到车 没看到人 明白 我在那边没有朋友 我就感觉 日子过不下去 好 我问问 大姐 你未来想在哪儿 养老啊 是在国内 还是去美国 跟儿子在一起啊 还是愿意在 国内养老 在国内养老 跟老伴在一起 是吧 那 是还是不是吗 哎呀 这个问题问得 怎么 你这回答 让我有点发毛 你什么意思呢 她的意思 她的意思 要想一想 哦 她的意思啊 她是看了 我在这边 玩得太空观了 我没关心她 她就是跟我说 要么你跟我一起 到儿子那边去 哦 说实在的 我不愿意去 我儿子要我们过去 他就不跟我去 你在这里 我也不放心 你就会防风的 我说你如果 是这样不去 我真的是 很可能 就会要跟你 分开 哇 你都要跟她分开了 嗯 你不要说 这么严重 我跟你说实在的 你做这事 做得很严重啊 我就是 你现在还 通宵唱歌 不回家呀 我这个人呢 就是太爱玩了 您跟我说句实话 你又没想着 带着老伴一起玩啊 说实在的 因为他那些 跟我去去玩的 都是一些年轻的伴 我带着他 好像面子 是带不过去 他毕竟 哦 都是年轻的伴 都是年轻的 你嫌他老了是吧 不太对 我不是现在老了 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我感觉 还是有点丢面子 哦 丢面子 所以你要把他 放在家里 是吧 他也不太爱 是他不热爱呀 还是你不愿意带呀 有一次吧 我们一块去唱歌 两个人合唱的 我们唱的时候 他就没唱 后来我就把这首歌 就自己 唱完了 当时是这么回事 我那个群人 也是搞活动唱歌 后来我就带他一起去 点了一首 那个《喂了谁》 《喂了谁》 因为是两人合唱嘛 当时唱的时候 我发现他唱歌 有点跑掉 要是两个人一唱 对不上歌的话 那不就丢人啊 我就索性的 就让他一个人唱完了 我就没上去 行吧 其实听着你觉得 特别可乐 细想起来挺悲哀的 大概有部分的家庭都